大家好,这里是画百科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长春藤的牵插时间和方法 长春藤的牵插时间呢 最好是在春天的4月份到5月份 还有秋天的8月份到9月份之间 我们可以找到它当年生的这种半木质画的枝条 找一把干净的剪刀 剪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 之后呢我们就要对叉条进行一下修剪 把底部的叶片都剪掉 只保留上面的2-3片叶片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长度一点长的话 可以在底下来剪一下 但是一定要在两个结尖之间剪 这样叉条就修剪好了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盆土 它对土壤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只要不是过于粘重的土壤都可以 加好之后我们用喷壶将土壤喷湿 浇湿土壤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叉条插进土壤里 让它的节点插进土壤中 大约2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可以按压一下固定 这样就承插完成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让它去生根 平时的话注意多加水 对它喷水进行保湿 也可以在托盘当中加水 在适宜的温度下一般一周就可以生根了 好了关于长春藤的扦插时间和方法 今天就交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